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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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这样小女生的照片 那我今天想要把它变了 有点像是插画的风格 那你的主要的第一个步骤的环节 你要注意尽量多利用 分离涂层的运用 所以呢我们要先准备一个 按ctrl-j 先剁一张图层出来 好 紧接着我们来使用滤镜的效果 在滤镜里头呢 它其实还有更进阶的 包含一些这个特殊的效果 你可以透过这个网路上浏览的方式 可以取得一些免费的 所以有空你也可以直接上网去搜寻下来用 那我们来看的就是说 它正统来讲 它的软体里头有所附的 那这边有一个项目 就叫做这个滤镜收藏馆 这是一些比较传统式的一些艺术化滤镜 都存放在这边 那你可以从这边去打开 我们先把人物的照片缩小到一个阶段 你看我们来看 比方说这边有素描 素描里头的种类就有这么多 比方说这个 它画完以后就变这样的效果 所以它会直接展现给你看 那你如果要做一些细部微调 在这个地方会有 那像这个就是有点绘画风格的效果 超湿的就有点像是那个水彩晕染的感觉了 那你可以透过这个去修改 改出来的感觉多还是少 好 好吗 这样子 好 那假设我改好一个了 我再按一下确定 这时候它就出现这样的效果了对不对 那我想要呢去做组合 那比方说我现在这个背景 我再多复制一层 那我这个先关掉 我先看第二层 我再来用一次 这次用不同的效果 好 一样来到绿镜收藏馆 这一类的 好 这是水彩效果 像这样子 好 那比方我第二层我加了这个效果 我想要用也是这个效果 我也不调了 好 直接按确定 所以它出现黑色的线条 所以是不是很像画过边缘线的感觉 那如果我这个部分呢 我们再去做修改 比方说我现在改模式 好 不要改线性加深 它会变这样 好 那如果我改 比方说颜色 它会变 看不太出来 我们再换一个 好 时光 所以这样看起来就很像绘画了 好 那我现在把这个呢 不透明度稍微调降 那我再把它提高到上面一层 我跟下面这一层再组合在一起看 是不是花样会更多 那再者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上面这个 我不要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么深啊 我可以用橡皮擦 我们选择橡皮擦 重新去擦拭掉一些 我不要改的地方 好 这个地方 修改一下 那第二层呢 比方说我在做刚刚的那个处理 比方说 选择一个区域出来 好 这样子 那我再去做鱼化 那鱼化的程度 好 一样是50 好 再用反转 我取的外围 那我外围要另外做花样跟气氛 所以我利用第二层又再复制一层 所以你会看到我是重复用了好几层不同的效果组合 那这层复制出来我要做什么呢 比方我们来改色 好 按一下影像调整的色相百合度 我是不是可以调色 好 我就可以做不同花样 那做出来以后呢 你的整个画面是不是跟原来的风格就差很多 好吗 那比方说脸啊 因为我这边有脸啊 那我这脸如果选出来再修改一下 比方说我改脸 好 一样啊 做鱼化的处理 好 脸的部分附近出来 我把它改成绿色 因为是不是它就会发光 比较白 比较亮 像这样的效果 好 那我最后做完处理以后啊 整个看起来跟原来的差异 是不是差的非常多了 所以它看起来就很像是插画的效果 好 所以很多的那个封面的效果就是这样应用出来的 那这个没有一个完全的准则或步骤 全就是看个人的感觉 然后边做边调 边做边改 不满意的删掉 重放重做这样子而已 所以主要的应用就是在这一个项目 再搭配图层 好 然后搭配图层以后呢 去搭配它的 这个模式 跟不透明度 这几种组合的 所以你好像是在玩化学变化 自己去做一个推敲跟组合 我们刚刚前面的概念其实也是铺梗 各位你已经知道了 当我有一个涂层增加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修改这个 模式跟不透明度 那我现在用的原理其实是差不多 但我不是要用新增出来的涂层 而是要用什么 空白涂层 所以我现在把它还原 我们现在直接先建立一个空白涂层 建立了空白涂层以后呢 我们直接来使用笔刷 我们先不做调整的部分 我先做简单的就好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之前最爱用的不是有这个枫叶吗 那我现在选择枫叶 我要在画面上画 我这样随便的画对不对 那画完以后啊 有时候它会知道你主要的人物的内容 那这时候你可以利用什么 橡皮擦去修改掉 把这个地方改淡 所以它也会出现什么 淡淡薄薄的痕迹 那这样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我们刚刚这一层是不是多分离出来做的 所以这一层换句话说 你可以做以下几件事 第一个 我可以修改大小 任意变形去修改大小方位 或者是旋转这些 那再来是什么呢 我可以改色 比方说我用这个来修改 我不觉得这色调好看 我想要换另外一种感觉的色调 好吗 我可以这样子去修改 那比方说我现在换这个色调 还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做修改模式 就跟我们刚刚的意思一样 但是你这一次是把笔刷的状态改模式哦 因为只要是反举盘是涂层都可以改模式 都可以改不透明度 好那比方我现在用色彩阵子 它就会好像叠进去的效果 好那花样很多啊 你可以各个的效果都去用一下看看 每个花样的效果都会不同 那只是这样吗 你也可以再调不透明度 它会变得更薄 好那还有吗 可以啊 我再多新增一层 我再去换一个颜色 好然后呢 我再去换一个笔刷 你忘记我现在刚刚这个枫叶用过 我现在换这种叶子 好那我在这叶子上面 我再随便的去涂一下 好 我换这个草好了 我现在随便换一个正常的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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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是之前有被改过 好 好 我现在随便换一个正常的好了 好 好 好 这是正常的比刷 当机 就是画面当掉 没关系我现在重新做一个 这个应该是显示卡有冲突 我建议各位好 如果你在家里真的要长期用这个软体的话 你的硬体设备本身真的是需要稍微好一点 好现在是再放一张 我现在用正常比刷来做一次示范 我现在用正常比刷 抱歉抱歉 搞错了 好来我们来看 我现在点一下点一下随便点 好那点的过程我是不是可以控制大小 比方我现在改小 我随便这样点点点 我再改大的点点点 好这是第一个色 改完以后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对 我可以改变这个这个模式 比方说我现在改成绿色 它就变这种晕光的感觉 我可以去调整它的透明度 好接着我再新增一层 我用一样的笔刷就好了 这次我换个颜色 好一样啊我是点点点 点点 好都点好了 那这次呢我再改另外一个模式 比方说我改色彩增值 或者改其他的 线性效果 那我再去改它的不透明度 那你是不是开始就出现缤纷的效果 那做法有很多啊 那比方说我现在要做一些濾镜的效果 那我进去可不可以 我刚刚这个晕光我可以做濾镜哦 比方说我现在把它做成 模糊化的效果 模糊化里头有一种呢是 动态的模糊 我们来看哦 这个 这个是可以控制模糊方向的 它现在的角度是0 那比方说我现在把它改成这样 好拉长 所以我的模糊效果它就变这样子 它就走向这样子的效果 所以它是不是看起来开始有那个光斑的效果 对 组合 那你再多一层啊 你也可以同一层 有没有 比方我想要变成实质效果 我再操作一次 这次把它换成反方向 它是不是就会开始又有那个效果 那如果你把它做得非常强烈 那出来的效果就会非常晕 那花样有很多 除了用这种模糊的效果以外 你也可以做别的啊 比方说我们现在用这种风格化 还有呢 这个地方 风格化 还有呢 扭曲 还有呢 这种效果 这种效果 很多 比方说这个叫马赛克 什么叫马赛克 结晶化的意思 它就有这种效果 所以又会产生另外一种感觉 所以它的花样就会变得非常多 所以你只要会涂笔刷 搭配这个 搭配这个 有没有 然后呢搭配什么 橡皮擦 搭配什么 变形 有没有 搭配什么 变色 还有呢 搭配滤镜 你可以做出很多东西哦 你可以做出很多东西哦 哈 嗯 嗯